好了,回來了,希望大家幫幫手點贊、訂閱和分享 現在回來就講一下查理斯三世的加冕禮 為什麼要講一下他的加冕禮呢? 因為今天就是了,接下來就是 當然很多人不會慶祝的,八卦都要八卦一下 有人問過一個問題,查理斯三世已經登機了 為什麼還要搞一個加冕禮呢? 其實這個加冕禮就是一個象徵性的儀式 這個儀式就是宗教儀式來的,嚴格來說 其實千多年都沒有變過 這個加冕禮的功能在英國來說就是告訴大家 英國是有傳統的 這個就是維護他們的傳統 整個週末都會有人去慶祝的 我自己當然不會慶祝 他們當然也會宣揚一件事 就是愛國主義 之前還有一個小插曲 就是有一個主教建議 每個人都說 向查理斯三世效忠 這個主教又被人 X了,但其實這個不是真的他提出的 是一個團隊提出的 他當然是說這些事情 你無端端端對查理斯三世效忠做什麼 沒有人理會 東莞又沒有興趣看他 沒有興趣看的話 也沒關係 不過有些事情是八卦的 所以我們也要知道八卦 就是別人說 起碼也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要加冕 他也是宣揚他們那種愛國主義 這些事情 這款官說跟結婚擺酒一樣 類似,但是他就有宗教意味在裡面 有宗教意味 也聚集了一班英國人 其實你也要想一下 一個地方的凝聚力 王室就提供了一個凝聚力 還有就是 王室在英國歷史上 和社會上都有些作用 其實還有一件事就是 要團結社區 其實這些事情是要做的 你團結社區有很多方法 英國就用這種方法 首先給大家看一下這張圖片 這張圖片是來自我們這裡的報紙 先驅報報紙 那麼 這個就要講一講 即是他是那個路線 那個加冕禮的路線 他就在白金漢宮 即是寫著北京韓 Palace 這裡就是白金漢宮 那麼他就會走這個The Mail 那麼The Mail那裡 他就有那些儀仗隊 黃金馬車等等 這些東西 就 向前走的 那麼這個是值得看的 如果在倫敦的網友 我覺得這個也可以去看一下 這個其實我覺得是值得看的 因為他的排場搞得很大的 好了 那麼去到The Mail的盡頭 他就轉個右彎 轉個右彎呢 這裏就應該 如果我沒有搞錯 就是White Hall 白廳 這條街的白廳 那麼他跟著呢 就再轉右 就走一條小街 進去西敏寺那裡 那麼Happy Wonder就是 他澳洲西人朋友 兩夫妻已經在倫敦等待中 其實 嗯 我知道這裏有人 都拿了一個帳篷去 倫敦那裡看的 那 那 那 這些加冕儀式 應不應該看一下 我覺得 如果你遇上 看看也沒有壞的 遇上也沒有壞的 那 吳林就說 如果今天有戴妃 就很有興趣了 那 戴妃要找 那些什麼師傅 幫他招魂上來 才行 哈哈哈 要上身 才行 當然有些人 就說 不想理會 但是 為什麼我們都會說這些話題呢 一定要先說 因為 有些事情是常識來的 就是在西方國家居住的人 你要知道 究竟現在發生什麼事 這個是一定要知道 那 何麗翁就說 這次不會看 很快有下次看 查理斯這個人的身體也算健康 發臉紅磅磅磅的 哈哈哈 這個發臉紅磅磅的人 發臉紅磅磅的人 會不會很短命呢 我認為不會 我的看法 他不會說 他會收皮 那 他當然 皇室到現在 也是有他的功能 那 這個 加冕禮會做什麼呢 剛才我講過了 這個 卡米拉 和查理斯 他呢 就由 白金漢宮 走過去 西敏寺教堂那裡 這個呢 就叫做 The King's Procession 就是 國王遊行 或者巡行 然後 他們呢 就會在倫敦 即是 這個 修道縣 即是 Westminster Abbey 那裡 就是 加冕 主持這個儀式的呢 就是 坎特伯雷大主教 這個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這個是 這個是 好了 當然 他的 儀式 就有 五個主要部分 這些 是八卦的事情 但是 我覺得也要知道 的 Kokimi 就說 麵紅紅可能是血壓高的 不敢說的 那麼 他 有五個主要組成部分 第一個 就是 The Recognition 這個儀式呢 第一部分就是 就是 將 查理三世介紹給 人民聽 那麼 這個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就會 向 這個 東南西北 的人 介紹 查理斯三世 那些人就會大喊 God save the king 上帝保佑國王 就是 翻譯做中文 就是 殉葵就說 Carmen 尼國芬應該不可以做王后 可以的 改了規矩 就是專舉為他而設的 可以做王后 是絕對可以的 Queen Consul 是可以的 接著就是 發誓 當然第二個部分 那麼 查理斯三世就會宣誓 就是 堅守法律 以及 這個 法律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聖工會 Church of England 就是 那個 管浩明 最大大哥 就是 就是他 哈哈 那麼 這個 查理斯三世 在加冕典 說話的時候 他應該會說 就是說 會保障所有人 有不同宗教信仰的權利 他會說的 應該會說這件事 就不只是捍衛這個聖工會 現在會改的 好了 那麼 第三件事 就是查神佑 這個有一個特別的名稱 這個查神佑就叫做 那麼 這個查理斯三世 就會被 這個 這個 這個加冕傳統 查理斯三世 就會被 這個 坎特伯雷大主教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查神佑 那麼 這個查神佑呢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加冕禮裡面 最神聖的部分 所以這個是 就是英國神佑 那麼 這個英國神佑 查理斯三世 是不會有電視傳播的 因為是最神聖的 那麼 這個大主教就會 將 那些聖誘 應該我給大家看看聖誘樽 就是 我弄一弄一個聖誘樽 給大家看看 就是 看看那些 寶物 這個不是底褲 是寶物 不是何君堯這樣說 喏 那麼 他的聖誘樽在哪裡呢 現在畫面還沒有 一會兒我就 看到畫面有聖誘樽 我就會告訴大家 他在聖誘樽 那裡 就把聖誘 倒進一個筋裡 那麼 那個筋裡 就會搓 查理斯 的手 的頭 還有 會搓他胸口 是會這樣的 喏 那麼 那個聖誘樽現在還沒看到 現在看到的那些 全部都是他的寶物 好了 查理斯胸口 就不會有轉播了 那麼 好了 閉譽家人就說 改制證明他有皇后名 他專門為他而設的 其實就是 這個人為的 就是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 粗錢的看法 那麼他那個王座 現在你應該會看到的 王座 以及那個 城Edwards Crown 就是那個王冠 那個王座下面有一塊石的 這樣 他一回頭 現在 就會看到那個 瓶 那個瓶 就叫做 安普拉瓶 這個叫做 安普拉瓶 裡面是有神游的 對不起 是聖游 對不起 不是神游 但是 這個是神聖 總之也是神游 一樣 現在 他會慢慢滾過去 他有戒指 又有權杖 然後 查完油之後 他就 有這個 聖愛德華王冠 就是剛才我給大家看到那個王冠 這個就是 戴上他的 就是 這個 王冠 還有 還有衣服 還有劍 還有戒指 那些 一大堆 那麼 這個 加冕禮一部分 那些人呢 就會看到這個查理斯 三世 就坐在 這個 愛德華國王的座椅 剛才那張座椅 有一塊石 然後呢 就由這個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這個 現在那個人 就叫做 Justine Welby 這個韋爾比 那麼 就把 那個 王冠在他的頭上 那麼 那些人就會說 喂 上帝保佑國王 這個又是 God save the king 那 那麼 受婚儀式呢 那麼 這個查理斯三世會穿什麼呢 就是會穿 現在正在看 這個imperiomental 這個就是 王家長袍 他 這個是會 穿的 還有這個 super tunica 呢 他也可能會穿的 那麼 那麼 當然 還有就是 拳掌那裡 拳掌那裡 就有 這個世界上最昂貴的 鑽石 Cullinan 那麼 估計就是 530卡的 530卡 你到尾 這個真是誇張 接著 估計的價值呢 就是值6億美金 估計 這個呢 有隻 我那裡 不知我還是什麼 只是鷹 這個 這個呢 就是 他的 神油瓶 那麼旁邊的 coronation spoon 就是 用匙匙去 去塗油 去塗油 接著就塗在 查理斯三世的胸口 那麼 這個 卡米拉 他就會戴 這個 Queen Mary's Crown 這個 是改了的 這個 卡米拉自己 有個人珠寶收藏 就修改了 這個王冠 改了 到最後 這個要說 就是 剛剛說了 恩高 以及什麼 授職權 The Investiture 就是剛剛我說 給皇杖 他們那些 加冕 最後就是一個 敬意的部分 這個敬意 是陰敬 就是 The Homage 給他一個敬意 很有陰敬的敬意 那麼 這個 加冕禮最後一個部分 就是 大家都陰敬 這個 皇帝 那麼 這個 Canterbury 大主教 就會和 這個 就是 查理斯的兒子 可能 現在估計 只有威廉王子 可能只有威廉王子 和那些高級貴族 向查理斯三世 致敬 這樣 那麼 那麼 他們就會 將對手 是會怎麼做的呢 他的手就會 擺在 國王的陰莖下面 不是 對不起 說錯了 是膝蓋之間 也是在陰莖下面 沒錯 也是在陰莖下面 所以就是陰莖 那麼 宣誓效忠 這樣 那麼 之後呢 宣誓完效忠 那麼 他們就會 摸一摸 這個 國王的皇冠 跟著 就 親 這個 國王的右手 每個人都要親 這個國王的右手 不過 現在可能只有 這個 威廉王子會這樣 那 之後呢 這個國王呢 就會 離開 這個 Westminster Abbey 就是會離開 修道院或者教堂 西文子教堂 好了 他們那些拳杖 什麼的 應該都看完了 現在回來 那 那 那些 神油裡面 有什麼 什麼特別配方呢 現在講一下 神油裡面 有什麼特別配方 這個 查理斯三世神油 這個神油 本來最初的時候 最初那一批 就沒有了 為什麼說最初那一批沒有了呢 就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 希特拉 就轟炸 這個 倫敦 在1941年 是不是 1941年的五月 就是 這個西文子 就被希特拉炸了 那麼 那一批 就是神油 都沒有了 那批神油 都沒有了 那麼 那麼 那 之後呢 當然是做過一批新的油 那 新油是從哪裡來的 這個呢 就從橄欖山那裡來的 這個呢 就從修道遠 收獲的橄欖收回來的 在哪裡呢 就是Monastery of Mary Magdalene 這個呢 就是 當然是 著名的地方 那另外呢 還有就是耶穌 這個 你記住 始終是一個宗教儀式來的 那麼 那個 修道遠 他就在 這個是耶路撒冷那裡 其實就是 那麼 另外那個修道遠呢 就是 Monastery of the Ascension 這個呢 就是 星天修道遠 那麼 兩個地方呢 都有橄欖的 那麼他把橄欖收起來 就先拿了油 那麼 這個油呢 加了什麼呢 加了芝麻 不知為什麼會加芝麻的 是不是好像巨無霸一樣 就是 芝士生菜加芝麻 人人吃過笑哈哈 那麼 但是他有加玫瑰 有加末里 有加這個 肉桂 Cinamon 那麼 那麼呢 還有加這個橙花 這個 Neroli 那麼呢 還有這個 嗯 Benzoyne Benzoyne就是安息香 還有呢 還有呢 還有這個 虎柏 哈 虎柏呢 就是 嗯 amber 虎柏 所以 有加材料的 所以這些油裡面是 神油是有特別的配方的 這個神油 好了 那是橄欖油來的 不是芝麻油 是橄欖油 就是說清楚 是橄欖拿出來的橄欖油 那麼 ammerong 就說超過80年的油 是的 那麼 那 那 茶油應該很少而已 應該不會塗到點得著的 那麼 東莞就說 那茶辣椒油就是爽了 那現在沒有辣椒 現在先說了 沒有辣椒的 那麼 那麼 那梅根和哈里 會不會去 有個 情況就是 哈里呢 就說會去的 梅根呢 就跟 嗯 就是這個 Archie 慶祝四歲生日 在加州慶祝 因為這個Archie 是四歲生日 那麼 那兒子生日 其實是否應該全家一起去 加免禮呢 其實我認為應該是 不過他現在不是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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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那麼 Ritter UMM都厲害 那些記性很好 雙層牛肉巨無霸 醬汁洋蔥甲青瓜 芝士生菜加芝麻 人人吃過笑哈哈 哈哈哈哈 那麼 那加加爾就說 有油液味 應該沒有的 可能是香料被遮蓋了 哈哈 就是這個神油 怎樣 哈哈哈哈 我不想笑他們 不過是這樣的 這個 我們用一些輕鬆一點的手法去講 不是不尊重他們的皇室 我也要講 哈哈哈哈 我也很尊重他們 好了 那麼丁丁又沒有請他 哈哈哈哈 不知道有沒有請他 喏 講到這裡就算了 喏 喏 阿慈是誰來的 阿慈就是欺負你兒子的兒子 即是查理斯三世的孫 哈哈哈哈 哈哈 即是阿慈是誰來的 好了 算了 說到這裡休息一會 回來講其他話題 就是李嘉賓 想似郎 這個 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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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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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